也是有工作机会 这是宜兰日前举办了征才就业博览会 吸引了上千人到场求职 其中有544人递出履历 绵合成功的有312人 成功率高达一半以上 也为了鼓励青年耕流宜兰 县府祭出了利多 未满30岁的求职者在博览会上找到工作 并且待满6个月就会发奖励金1万块钱 满一年再加码发1万2 不过对这样的好康 是不是可以增加青年留在宜兰的诱因呢 民众看法不一 求职者仔细端详公司介绍职权内容 希望在就业博览会找到适合的工作 宜兰县府为了留住人才举办征才活动 吸引上千人到场求职 宜兰14号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总共有48家企业参与 吸引544人到场递送履历 其中312个人获得新工作 成功率高达五成以上 而县府为鼓励青年留在宜兰 寄出力多 只要为满30岁的青年 在就业博览会上没合成功 工作满六个月就发奖励金一万块 满一年再发一万二 等于总共可领到两万二的奖励金 只不过相对其他薪水 可能较高的北部县市 这两万二的奖励金 是否真能留住青年人才 这个东西对每个人 可能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效果 如果是对我来说 当然是会有蛮大的吸引力 高厉是高厉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意愿不高 因为我们这边的薪水 真的是太低了 县府推好刚判了增加 宜兰竞争力 只能看青年买不买单 这里可以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